大家好,我是火董 很多人留言想看优秀的国产电影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部赵本山主演的 包裹着悲剧的公路喜剧片《落叶归根》 故事开始 老赵是千千万万南下打工的龙民公之一 这部刚在饭店喝了顿酒 就抱着公友踏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路途遥远 中间呢,大家纷纷下来方便的时候呢 三个女乘客一瞅 怎么老赵的公友头歪向这边 不会是偷看老梁脱裤子吧 立马跳脚骂骂咧咧起来 老赵是连忙过来陪不是 你干嘛,耍什么流氓 臭味要脸的 回家看你老婆去 就是,你把年纪了还那么必要脸 赶紧把它轰出去 下去,下去 他偷看你上厕所 偷看你上厕所 谁,他偷看你上厕所 就是 不可能,他能看上啥 你跟这都醉成啥样 看见了 刚才他冲着我营笑着呢 怎么没看见 其实老赵的公友 在工地上饮酒过量死了 托人运回家 价格不便宜 老赵跟他几年的交情 准备就这么 驮着公友的尸体回家 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车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一群打劫的 上来就是一通搜刮 到老赵这儿 眼看是瞒不住了 只能就实话给说了明白 自己身上的500多块钱 可以拿走 公友死了 老板给了5000块钱的补偿金 这是要给他老婆孩子的 这5000肯定是不能动的 一番话说的劫匪老大有些感动 看老赵这么仗义 算了 这趟就不抢了 还把抢铜车人的钱 扔给了老赵拉着 说完就带着手下走了 老赵肯定不能要大家的钱 这些人真抢中 又自行取回了财物 没有任何的感谢 只有冷漠 车继续开着 坐老赵周围的人 渐渐的迪悟起来 一个妹子带头 其他人一起嚷嚷着 要么退票 要么让死人下去 没办法呀 两个人就这么被赶了下来 剩下的路只能靠走了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路上招手拦车 没有一辆车停下 幸好有个开拖拉机的老农 热心肠 以为工友心脏病发了 赶紧拉着两人一路开到医院 但是进医院可就说不清楚了 老赵只能求他帮忙挂号的见习 赶紧带着工友的尸体离开 来到当地的招待所 里面住的基本都是 天蓝地北跑的货车司机 每天人来人往也没多少人注意到死人 想搭个顺路的车 但是司机小胡啊 就算是给钱也死活不贷 似乎是有什么新事 没想到夜里啊 一个小偷就把老赵身上的500多块钱给偷了 没钱怎么送工友回家呀 老赵着急呀 说着要报警 但是大家真要报警的时候呢 老赵又赶紧拦下 要是警察来了 工友这事怕是要露线 只好自认倒霉 还好头天晚上死活不拉他们的司机小胡啊 改了主意 决定载他们一程 老赵也就把工友的事一无一时的给说了 小胡能理解 也没多说什么 可路上老赵的一首情歌勾起了小胡的伤心事 原来呀 他在这条路上认识了一个妹子 原以为情投意合 约好以后一起私奔 可真到了那天人却不见了 老赵一路安慰 小胡这才好过点 到了分开的路口 两人别过后 老赵再次驮着工友踏上了旅途 路上依旧没人愿意载 看到前面遇到一个车动力出了问题的啊 老赵想着帮忙推一趴 作为回报你就载我们一程了 结果车给推好了 司机一脚油门给溜了 没办法 还得这么拖着 穿过一片田野 偶遇一家正在办丧事 抱着节省节省混一顿饭的想法 把工友挂在木棍上当稻草人 就过去哭丧去了 一室做完天也黑了 终于吃上了 这一通埋头狼屯虎烟 此时棺材里的死者 慢悠悠的走了过来 原来他没有死 膝下无儿无女 他是怕自己真的死后 无人送终 凄惨冷清 所以提前请一大帮人 给自己办个热闹场的 也就了无遗憾的 老者也听了老赵的故事 有些敬佩 临走前 把自家的板车拿出来 给老赵这一路呢 也节省点力气 不至于拖着他来 再次上路 同方向呢 有一个牛车 他比牛还慢 不甘心的 两人飙起车来 牛车跟板车的巅峰对决 倒也苦中作乐 此时 一个励志骑单车 去西藏的小伙 搭了把手 给老赵心窝子一卵 也受到了这份毅力的鼓舞 再次充满斗志的启程 不过土路可没有那么好走啊 时高时低 板车呢 又没刹车 下坡的时候 直接摔了个狗肯尼 眼前 正好 也有个翻车的拖拉机 司机正那惆怅呢 老赵 来了主意 既然你轮子用不上了 干脆送我吧 原来呀 他是打算把工友的尸体 放里面 又可以继续推着赶路了 聪明是聪明 可上坡推着费劲 下坡直接就 没到家 尸体就得散家呀 还是继续背着吧 老赵的鞋呢 你穿坏了 干脆把工友的拿来 换得穿一穿 竟然发现他鞋底啊 还藏着400多块钱 这一阵高兴呢 路透摇眼 天气又热 一路背回去呢 怕是尸体也臭了 老赵想着呢 好好吃一顿 再租个车 直接回去就得了 可无意间 进了个野味店 一顿就吃了600块 看着对方人多势众 没办法 只能把工友的5000块钱 补偿机里 掏了200 凑的一起给了 还没走多远 一群人又追了上来 这200呀 是假钱 再看看兜里的5000块 原来呀 工地老板给的全是假钱 饭店老板拿不到钱 气的又是一顿胖揍啊 假钱花了也犯法 那点真钱呢 又无意间给吃完了 现在老赵是身无奉闻 怎么能把工友给带回去呢 悲伤绝望中 只能挖个坑 把他就地埋了 虽然有心带他回家 可能力有限呢 实在是没办法坚持下去 为了试一试大小 老赵躺下去 哎呀 真舒服 再联想到自己这苦命 得了 干脆也死在这儿吧 也跟工友做个伴 可真要到临死 还是有点怕的 一下醒来 被养风人一家给救了 老赵呢 一五一十的讲了自己的故事 没想到 养风人的老婆 揭开了自己的面纱 竟然是一张毁容的脸 原来多年前 他上班的场发生过路爆炸 他无数次想寻短见 但丈夫辞掉工作 天天陪着他 甚至于为了能远离人群 一家人也就干起了养风的活 听了这么一番故事 老赵心里释然了 自己吃的这点苦 跟一个女人毁容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收拾好心情 养风人将老赵送到城里 两人相互告了别 一转头 熟悉的东北口音音传来 这是老乡啊 老赵驮着工友 直接就进了理发店 扑通 溃在了理发小妹的跟前 求她能帮死去的工友化化妆 此时刚好一个 暗恋小妹的片警 驱车过来 小妹赶紧帮着打掩护 说老赵是他家亲戚 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他 一高兴工友就喝醉了 算是蒙混过去了 没想到化完妆出来 路上又遇到了骗劲 一定要在他一程 再三推托下只能上车 两人在车上聊着聊着 就聊到小妹身上了 老赵一番瞎忽悠 小妹的各种优点啊 各种好啊 最后叮嘱骗劲 以后好好的照顾他 到了大城市 将工友尸体 放到施工管道里 就准备去献洗 混点吃的 可他曾经换过乙干 按道理是献不了 路口的一雪贩子呢 悄悄将老赵拉到一旁 他们那地下卖血 还能拿钱 不管你有啥病都能献 半推半救下就去了 认识了单亲妈妈宋大姐 没聊几句 这一群警察冲进来 给一锅端了 献血的这拨人啊 直接拉到了收入人所 这里基本都是城市里 捡破烂卖血为生的外地人 老赵在这也算是 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 吃了顿饱饭 在送回所有人返乡之前 正巧中秋节 过节就要有过节的样子 这里也不例外 宋大姐呢 拉着老赵 报了个双簧节目 演着演着 老赵无意间唱了首 关于家的歌 宋大姐也是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啊 台下的大家 也都陷入了沉默 大家伙谁不想在家乡待着 能活得快乐 谁又愿意留在城市里流浪呢 个人有个人的苦 只是你们城里人不懂 之后老赵跟宋大姐 也就相互坦漏了心呸 原来呀 宋大姐 含辛如苦 带大的儿子很生气 在这个城市里读大学 原本宋大姐 捡破烂卖血 每个月去送一会钱 但是儿子间接表达 让他寄钱就可以了 自己呢 也知道 毕竟浑身上下 没那么体面 这不 已经有两年 都没有见到儿子了 两人 就聊着聊着 比较投缘 条件差不多 说着说着呢 也就相互订了情 宋大姐掏了些钱 给老赵 做路费 等老赵送完工友 就回来找他 没想到 这一趟收获真大呀 回去继续送工友 哪知道下水管道 正给装车 准备拖去工地 赶紧扒上去啊 不过还好 都是工地上干活的人 都很好说话 大家一路又接力 载着老赵和工友的尸体 向着更近的地方前行 再次分别 继续招手搭车 一听背着个死人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 好不容易 有辆大巴停下来 一看车上全是孩子 老赵是不想吓到孩子啊 只得又招招手作罢 干脆不带搭车了 就这么埋头继续赶路吧 终于在筋疲力竭后 倒了下去 一觉醒来 旁边躺着孙警官 尸体已经核查过了 确实是饮酒过量而死 但是根据条例 个人是没有权利运送尸体的 没办法 只能由孙警官带着一起 把尸体给火化了 然后抱着骨灰 去工友的家 交给家人 一路又是坐车 又是坐船 没想到这里 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 水卫县以下的所有居民都被迁走 工友的家人早就已经搬走了 来到他们的老宅 门板上是工友家人给他的留言 多连都未回过家 孩子们也找不到他 如果回去了 就到新的地址去找他们 老赵遵守了承诺 将工友带回家 总算是如愿以偿的落叶归根了 可根却不在了 那么这算是归了 还是未归呢 两人沉默无言 又踏上了去新地址的旅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落叶归根像是一部 关于回家的喜剧 但它却是一盘社会的大杂烩 吃下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因为它什么味道都有吧 有人觉得它跟三峡好人比 太过浅显 而我认为这并不浅显 只是因为需要点到极止 本片是2007年 赫水党喜剧 云集了大量的喜剧大腕 可能谁都想不到最后的结局 却是不知喜悲 电影巧妙的浓缩了社会 比如乘客的冷漠 农民工的处境 老人的孤独 社会底层的卑微 这一切肯定有一个在你身边发生过 幸好无论多么惨 老赵总能遇到好人 无论社会变成我们多么不喜欢的样子 但庆幸的是 好人总是占大多数 可能每个人都想成为好人 只是有些人太容易变通罢了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